试联赛中国女排迎战波兰 开场气势如虹 对方被打得心服口服 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场中国女排 与波兰的经典的对决 本场比赛中中国女排在线神操作 张长宁愉悦就求李盈恩太拼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比赛刚刚开始 张长宁强攻下球 王苑发球得分 中国队联的三分一五比三暂时领先 波兰队凭借着私地下课 实现反超 但是中国队很快就将比分追至十平 双方进入激战 比分也在不断交替上升 随后王苑苑快攻反击得手 中国队以24比22拿到绝点 波兰卡西克建功追到24平 关键时刻王苑苑和龚小宇 张长宁把握机会 中国队联下两分 以26比24拿下首局 一传到位 有效篮网 好球 龚洋宇的直线扛得不错 张长宁四二位强攻 打手出界 这样的话26比24 中国女排先拿下了第一局 比赛来到第二局 中国自由人换上王梦杰 张长宁阻挡进攻贝兰 波兰队以五比三领先 李英强攻下球 袁兴队发球得分 张长宁于越九球 王苑苑拦往到位 中国队再次反超 很快比分来到18平 狼平知道即是换人 袁兴队压制对手 李英反击得手 中国队以25比22 拿下第二局比赛 一场半到位 又有防反的机会 打成了 所以说这个关键分的时候 才能看得出来 一支球队的 比赛来到第三局 中国队继续拦往得分 波兰进攻受挫 晋级暂停 不料没有效果 随后中国队以10比8 连续得分进入技术暂停 随后中国强攻 波兰多次被拦 此时双方之间 再次现有胶主 最终中国队以25比16 拿下最后一局比赛 一场半到位 利奥的前交叉 这样的话25比16 中国女排又拿下了第三局 所以大比分3比0 战胜了波兰 中国女排是迎来了 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的6连胜 我们向中国女排表示祝贺 北兵将性摆砲 北兵将性摆砲 台北兵将性摆砲 南丰波兰 台北兰超安全 我更美 上个大为 ぜ 国人继续得